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動漫廢物 動漫廢是星期五播放 但今晚是一個錄播的節目 今集的題目大家都看到 全名是應該要叫做SSSS Gridman S 本身這四個S是不發音的 但是為了方便區別和前面那一套的分別 通常會說那四個S 所以它是一套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套 原本的一個續作 Anyway 少不免都要提一下大家 你們現在如果在街上 最好就是那個旁邊的電器店 開了我們的節目 有夠去播就行了 現在不用幫忙 另外我們終於可以拿回廣告 所以剛才做的動作很重要 但是呢 我們 包括 在座 其實都還有人在搞網台的話 我們 我們很需要大家的 support和捐助的 如果你 上個星期 是沒有給過錢我們的 那今個星期就給了 如果上個星期是給了錢我們的 那可以給另外一些台也OK的 OK 今天呢 主持只有我一個 我是萬機 但是呢 我們呢 講 講 特攝的動畫 當然 不可以沒有打手 在這裡 哈哈 大家好 我是阿神 那我們還有另外兩位嘉賓 我是雜果工作室的錄藥手 我是雜果工作室的錄藥手 同上的阿翼 謝謝幾個台的鼎力支持 如果只有動費的話 今集就會很傻地說完 這個節目就已經到這裡 會變成電影小場戲 是的 那呢 這一集呢 其實這一套 這一套作品呢 其實我是很後才知道 因為我之前沒有做資料搜集 我看的時候 我沒有特意去找 我不知道原來它是以前的一個作品 它是多少年 20年前 20幾年 1993年 25年前的特攝的一個 在故事裡面是一個續作 為什麼 就是因為25周年 所以他們要搞一團 其實是這樣的 本身1993年套特攝 然後結束了 然後去到 有一個2015年 有一個活動 我具體忘記了 總之就是 不同的製作室 建本市 建本市活動 有不同的公司 會製作一些 試驗性質的 一些短片動畫 去展示一下他們的風格 或者他們想做的 想做的概念 然後 有一間Tigger的動畫製作公司 他們其中一個人 叫做余公哲 因為他很喜歡特攝 其實Tigger整間公司 整班都是特攝迷的 CQ線 然後他就問原谷 我可不可以出動畫版的鹹超 然後原谷就說 嗯 有些遺難 要是給你兩個選擇 其中一個選擇 就是Gridman 另一個我不說 因為另一個 是懶惰到瘋了 其實你現在說 其中一個選擇Gridman 他就選了Gridman 就出了一個短片動畫 一出呢 當年Gridman的粉絲 就瘋了 哇 起機了 起機了 風起了 然後整班都問 是不是會有動畫版 是不是會有動畫版 整班好像 Rick & Morty那些 要麥樂雞醬那些 我們要動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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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搞搞一下 就真的出了這一套動畫版出來 原曲 把Gridman的版權 批了給Trigger 去製造一個動畫 12集的動畫 剛剛在12月尾 就完了 其實 都是那句 可以很隨便地 在這個黃Vuido 找到老正 所以也不需要 究竟要去哪個老番地方找 不需要的 那麼 我最初不知道 隨便找一套東西來開 因為 看名字 有些真的不想看 是 有些 純粹個人口味 沒有說他很差 純粹一看名字 我自己不太喜歡 我沒有開 但是這套就想試一下 看完第一集之後 我覺得很普通 就是覺醒那一集 然後我看到 好像是阿易 挺好看的 我不是太明白 為什麼會挺好看 因為第一集 其實他就是講 他跟余泰 和 即是怎樣遇到 有個關係 理論上應該是 很普通的一條 而且我不知道他本身是 原曲的一個 批出來的版權製作 我想 咦 這個傻子 又有點像 鹹超又不是鹹超 很狡猾 我覺得 這麼糟糕 所以打算不看 大家看到 Facebook的留言 說不是 有些東西 所以看來 這套劇集 到第二話 就真的開始了 因為其實第二話 就開始揭示 一個世界是不一樣的 他原來是一個 即是叫做新條線 他就是 說是這個社區的造物主 他就會自己砌一些怪獸出來 然後讓那個黑色管家 即是黑執事 將他巨大化 以及生物化 你知道 Batman是廢的 Alfred是最厲害的 這個也是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你想想 如果黑執事 不幫他執屋的話 新條線的房間就是這麼混亂 那我就想 咦 有些東西 有些辦法 所以就開始看 看到最尾 原來也是一個 我當然看得很少特效 包括咸超 他裡面的那個世界觀 是不是通常都是 真正的世界 所以這個似乎是 比較特別的故事 其實因為 原版 93年版的Gridman 都是在說他們 在電腦裡面打架 通常就是說 原本那個死瘋狂 叫做武士 武士 真瘋狂 他想和女兒表白 那女兒沒有反應 他就說 臭屌 就是這樣 很合理 表不到的黑色就臭 對 表不到的黑色就臭 他經常都會做 怪獸 魔王幫他做到他會動 然後就去不同電腦世界搞事 為什麼他是去不同電腦世界搞事 不理睬他的女兒 是這個世界的 他純粹發洩而已 而且他 打死機都可以 一定要搞搞其他世界 他說 我沒得吵你都不可以吵 舉個例子就是 譬如有一集 他被狗咬 他說 很討厭那些狗 所以我就弄個怪獸出來 吃進去電子狗帶 弄到他們變成炸彈 就炸死了那些狗 就是這樣 很靈略的 這個人 對 很好 很喜歡病 有興趣可以看 很瘋的 很過癮 很好笑的 所以 那時候 本身是 他們在現實世界 然後在電腦裡面 做一些鬥爭 但是這裡就是 他們是在電腦世界裡面 然後電腦世界 那些怪獸 所謂的實體化 然後他們又要實體化 去跟他們打 其實這條橋去到第六集才會穿 但是他一直 給你每一集的 小小牽絲 小小牽絲 你就可以推斷到 再加上 如果你有看過前 真人版 93年那一套 你會推斷到 他們根本就不是現實世界 它就是其中一個 它就是其中一個電子世界 發生的事 整套作品 講 講個佈局 講些伏線其實都OK 唯獨有個位置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就是 其實劇情去到 第六集還是第七集 有個粒頭的小妹 我不記得她叫什麼名字 她一出來就穿了一條 她真的很趕時間 音樂怪 那一集是令到世界很平靜 那一位女兒就說 不如我帶你去 不知道哪裡一起坐火車 然後就拆開了整個世界 這裏已經是極限 出不到這個陣 諸如此類 但之前 其實一開始 已經看到很多巨大的 角色拉 類似的 背景 其實那些都會令到你去 多想一下 究竟它本身是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如果像我這些沒有看過前面的話 從第二集到第六集 揭開故事 中間的過程其實是好看的 越來越想知道究竟是什麼 但是到了故事揭穿了之後 有幾個位置 有幾個位置我都覺得 有些東西是值得 值得讚的 但是因為這條橋這樣穿 我就略嫌它太快了 太快了 然後開始入主線 如何去應付它 我覺得它中間有幾個位置 另外就是 癲癲的叫什麼名字 安琪 安琪也是一個挺有趣的角色 我沒想到 其實它的設定 在一般的動畫裡 就是那些很熱血的 那些癲癲的角色 類似新妻 爆慢的新妻 我自己就挺喜歡這個角色 不過我們先說一些不同的角色 可能主角 有幾個 你想說誰先 那就先說響儀泰 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人沒有出過場 不是 第十二集最後睡醒 它正式出場 這個角色 那套戲就完了 一路就說他失憶 那 就說 咦 我不記得自己是誰 那 其實 但是一路就說 咦 到底我過去是怎樣 我的記憶是怎樣的呢 然後 後來突然間穿了 就說 你根本 你當然沒有記憶 你都不是那個人來 你都不是響儀泰來 你是Gridman的其中一段 然後就霸佔了 然後就霸余泰的身體 這樣 那這條橋挺過癮的 但是 就 第一下就 那些人第一下就 嗯 那就是響儀泰這個角色沒有燈過場 這樣 就要來 扭佔了 其實算不算木馬呢 嗯 就是Gridman變了木馬 吃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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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好像 如果你要這樣算 其實我想他平日常生活的表現 就是響儀泰平時的性格 應該是 因為 雖然 你說他 其實就是Gridman的一個 其中一部分 但是其他人是認識他的 是 他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變過 對於內海 內海 和 綠花 認識的這個同學來講 他沒有交代前面 但是他們沒有說過 你跟 以前有什麼不同 有怪獸出現的時候 就說你突然變成另一個人 可能就是 怪獸出現的時候 就是Gridman的模式 平時就是響儀泰 就是一個怕怕醜醜的中學生 他唯一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他是喜歡綠花 對 這個意識呢 在劇裡面最後有充分 雖然他被Gridman入侵了 但其實他保留了這個特質 應該是說他充分 Gridman有解釋到 就是很含糊地解釋到 就是為什麼會選擇他 上了他的身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特質 所以才 喜歡綠花這個特質 所以才能上到他的身 因為新條線 扣足這個世界的時候 設定了所有人 都要喜歡我 唯獨余泰 是喜歡綠花的 所以就可以抵抗到新條線的 就是那個程式漏洞 這樣他就捐進去 捐進去 對 OK 那接著就要 可能要講一下 為什麼 Gridman會 要走進這個世界 就是他有很多世界 為什麼他要走進這個 金條線的設計世界 他要捉 他要捉 黑澤線 然後進來打 其實打了一次 然後輸了 然後就爆開了 散了我 散了做 一部新世紀中學生 然後 阿余泰 然後在電腦 那個叫什麼 Junk Junk 那部垃圾電腦 一個Gridman 對 分了這六部分 所以為什麼OP的人 就是說有六顆星 就是這六部分 對 就是一顆大的星 變成六顆 對 然後 但是他 阿克執事 之前不是有曾經提過 我的上一代 是受過你 就是Gridman的 照 噢 那個怪獸少女 那個小妹 那個小妹 因為那個小妹 是93年裡面 其中一隻怪獸 那隻怪獸 是後來變成好人的 那隻怪獸的後代 那她就說 就是多得你 我才會出生 就是我 我是受過你的關照 所以我 其實為什麼肯幫她解釋 解釋清楚整件事 其實是報恩 主要是不夠時間 主要是不夠時間 表面是報恩 實際是不夠時間 當然 那 她 還有她就是 所以你看到 你對著電腦的Gridman的時候 為什麼她啵啵啵啵啵 都說不出 就是 每個人都斷了片 噢 吊軟路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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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大聲 喝大聲 是斷面的 小雷仔也不一定 是斷面的 是 他們沒有這樣的藥效 哈哈哈哈 這樣 就是經常拾問狗不認 就是 就是 因為 都散開了 他們自己的意識都亂了 他都說不了什麼 這樣 那說回《遇態》 就是 一個很老實 其實綠花和奈海總結了一句 你不是一個壞人 你一個好人 其實沒什麼好說 以主角來說他真的沒什麼好說 其實也沒什麼主角特質 又不是特別熱血 又不是有什麼很古怪的東西 甚至也沒什麼特別經歷 因為沒有塑造過前面 他想綠花或偶爾寫錯摸覺得挺有趣 很早就經常偷望別人 但是沒有起伏 他的起伏應該要在廣播劇中才有一點 廣播劇中就是綠花的朋友撮了兩句 結果他就認了 他說不是喜歡他 你說真心話 我想他做我女朋友 那不是等於一定要喜歡他嗎 吃醬是不定的嘛 例如拖手 例如想請他吃飯 但是當然不喜歡他的嘛 那沒什麼特別性格 反而綠花可能比較多 其實綠花和新調應該就是這一套的主角 雙主角 那綠花就是 寶多綠花 寶多綠花就是一個高中生 普通女高中生 有MK妹 MK妹 日本叫JK 那些人整班 她是MK嗎 JK其實是女子高中生的日文發音 但是會有那種性質才會叫JK 有個Tag 是 有那種特性 有少少MK味才會叫JK 那就是那些普通JK 有時跟潮流 群朋友 當初他不是很肯黏男生 就是因為 男生醜的 如果他黏得男生多 那些朋友說 那些朋友可能一個不小心就說 你 就說你孝婆 杯葛你 他會在意這些東西 當初那些人怎樣瘋了 就說 很寫實 這個很寫實的JK 說到尾都是J腳 大家整班 那 還有 他 他跟他們殺 另外那兩個男生之間的 那個慢慢的友情 叫做 慢慢build up 那個寫法都寫得挺好的 就是他 還有反而就是 他經常都是做主動的那個 另外那兩個 怯狗狗站在那裡不動 反而他就主動去 譬如大家吵架 就是他主動去收補關係 或者有些事 大家 他兩個不肯動的時候 就是他主動叫大家一起去做那件事 所以為什麼說 他更加像主角 就是他又有內藥的時候 是 他又有不捨得的時候 原來新調是個 就是大招勁 但是 你說要跟他戰鬥什麼 其實我又不捨得 通常主角才會這麼婆媽 但是主角是廢的 他真的是一個空殼 所以 綠花就做了這些角色 他跟內海有一次吵架那裡也好看 那裡也好看 其實應該是 沒有所謂 總之要和好 誰先道歉都不要緊 因為嚴格來說 說六花那次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沒有錯 兩個都沒有錯 一個就想打 一個就不想打 因為 比如說內海 他都想不到有什麼其他方法 我們只可以打 Gridman League 就只可以打 你又說服 你又不知道是否說服 尤其他們已經知道他是這個世界的設計者 我覺得兩個都沒有特別錯 而且他們試過說完兩句 阿珊一條線都不理他 就這樣等一隻怪獸 下次我就叫這隻怪獸你抄你們 完 不說了 那就下閘了 所以就覺得可以打 但是綠花不想打 其實根本兩邊沒有說誰有做錯 但是綠花都願意道歉 因為他覺得大家朋友的關係 應該要其中一個人開始和解 才能走下去 那你會覺得這個角色 是不停間接寫到他很討好 是的 我也同意 是的 而且他是很主動去維繫那段關係 就是那三個人的關係 如果沒有了余泰 第三集余泰好像死了 內海就立即很消極 就說我們散了 這個同盟就沒有了 那是你BL夥伴 但是綠花都會很努力去維持那段關係 他變成了他才是主角 那 其實有另一個主角 不過也不是兩個男的 身調 純粹從人切說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一隻 因為我最初看到他的樣子 我沒有想過他是大波 那當然他穿到火舞 肩膀要掉下來 他經常露出他的巨語 但是 我常常在我的很經常印象 這一類型 這樣的角色 比較小一點的 扮可愛一點的 通常都不是巨的 所以我又想不到 原來他是真的 而且他不收買 他是兼具的 要打出來的 這個人切上面 對於我來說 是有一點點意外的 那個性來說 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 當然他在劇本上 他索造他最重要的是 寂寞 他是一個非常孤獨的人 因為他本身是這個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是這個 這個世界的設計者 還是其實只不過是 他都是被阿克執事利用的一個 兩樣都是 我覺得 他利用黑執的力量 做這個世界出來 然後 那個世界 但又不完全 他控制得了 所以要做怪獸 去定時 去清理一些 他不喜歡的東西 就是 這樣的概念 就是 嚴格來說 他確實是這個世界的設計者 是 創造者 這個是這個城市 因為本身 電腦世界已經有了 他是散改了某些東西 建立了一個城市 你也看到這個神 都很勾氣的 只有這個城市 那你可以把它放大 那SIM City 只是做到這樣 他要走去其他地方 他才做個部份 那他沒有買下載 DLC 那你就會玩那麼多 問問黑執事 我想多建一塊 買DLC 新的功能 DLC是有的 我覺得 怎麼說呢 看他的故事 反而是多些想的 雖然可能是 我自己想多了 譬如 他在這裡 我記得我跟阿森 在chat裡有提過一下 譬如 他這個角色 其實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反社會人 他寫的那個人 是不是有宗教背景 反宗教背景 即是反宗教背景 新條線 不是全知的 他有些東西是不知道的 他也不是全能的 因為他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他當然也不是全線的 所以他很明顯是挑戰著 平時我們對 一般人對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概念 神 但他這個神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跟那個上帝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很喜歡破壞自己的設計出來 搞錯了 所以他就毀滅了 他才下過洪水 不過他就用怪獸 那意思 是啊 這個角色不聽話 有一個Bug的 啊 是 然後他們要重新修補過 那個城市 所以 我看的時候 會覺得 寫的那個人 是不是有點宗教 對反信仰的想法呢 我沒有辦法證明 長谷村的話 他應該是涉獵很多宗教的 的東西 所以 他是 什麼宗教的東西都塞進去 特色給我寫的 但是 還要類似新條那樣 這樣去融會貫通了 讓你自己的觀眾去想 所以 他 未必是一個反宗教的人 但是 他是一個對宗教很熟悉 或者是他想透過宗教去寫一些 現實有一些趨勢的東西 讓你去想一下 還有有一集 講回 其實 整個新條的內心世界 以及 原本他認為這個世界是怎樣 我也喜歡他 這一集 因為 剛好我上課的時候 聽到 羅素這個哲學家曾經提過 一個概念 就是 他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怎麼能夠證明 你不是 上帝在五分鐘之前創造出來的呢 沒有人可以證明的 是 因為上帝甚至乎可以製造你的記憶 是 他這個概念 完全可以配合到那一集 就是 其實所有東西 都是新條設計出來的 是 那我看 這套東西原來背後 除了一些宗教的意識 還有一些哲學的東西 還有一些哲學的東西 擺在裡面 其實這套東西是 我自己看的時候 就會越看 除了一些故事 大線上 主線的一些 復線上面 原來其實他中間 還有很多 可以一起去想一下 去討論一下 是 長谷邨的拿手絕學 特色 以前看《拼城山舞曲》 也有很多元素 放在裡面 他是會放一些東西 但是 不解的 不會深入寫的 你自己想下去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在這一套 就很明顯 給了答案 因為事實上是他設計的 就是他設計的 所以他是放了一個 裡面 只不過是看的時候 可能想多了一件事 而到最後 就是發覺其實 是因為 新調寂寞 但我不太看 都是因為有結局 怎樣去拆 到最後就是 你打敗了他 拯救了他寂寞的內心 那這個創造者 為什麼要離開呢 其實為什麼要離開呢 因為他 我想類似就是這樣 他弄這個世界出來 他進來這個世界 是為了 應該是 他為什麼要弄到這麼理想 為什麼要每個人喜歡他 就是他要逃避現實 那現在他 他被拯救了 他 他 還有他對這個世界 虧欠太多 他接受不了 那他就回去現實 去面對現實 其實他本身是現實 所以就有個結尾 就是用真人 應該是這樣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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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programmer 不一定 那個programmer 是黑汁師 黑汁師 他想的那個idea 只是黑汁師幫他拆出來 就是喬寶師點這些programmer做事 那你們呢 你們怎樣看新調這個角色 嗯 我自己 其實沒有什麼怎麼看的 我都是跟著的故事 我自己就覺得 都 挺設合現在的社會的 就是有些人 很窄 很抗拒 群體生活 那跟著 有些空間要需要去逃避 去讓自己休息 那可能 其實不一定是青少年 就是 大人都有機會是這樣 是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 《長谷川貴》一寫到就是 因為他不夠時間 或者12集 他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寫這個角色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性格 有什麼成因 是不是被人欺凌 所以他就 全部不寫 全部用質寫的方式去表現 那 就讓你多空間想 但是同時有表達到這個角色 真的寂寞到瘋了 的表現 嗯 對 都大致上 差不多 就是一個很普通寂寞的少女 對 那不如先休息一會 專門回來 我們就繼續討論一下這一套作品 可能 甚至乎你們會說一下廣播劇的內容 我們會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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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會兒 先走 我們會再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